郭达曾是一名特种兵 几年前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时 遇见敌方偷袭 郭达的队友全部身亡 为了报仇 郭达不顾长官的命令 擅自在居民区找匪徒复仇 结果由于找错了复仇对象 直接被带上了军事法庭 同时还诊断出他患有攻击压力症 为了逃脱军事法庭的制裁 郭达奋力从医院逃走 从此混迹在街头成了一名流浪汉 郭达在小巷子里认识了女孩依莎 两人在冬天共享一个纸箱 不料这天却遇上了两个地痞 他们来巷子里收保护费 依莎劝郭达不要动手 可为了保护依莎 郭达还是和两人打了起来 长久的流浪生活让他为你不振 很快就被打得浑身是血 但他找准时机推开一个地痞 然后跌跌撞撞地逃走了 逃跑过程中郭达为了躲藏 随手撬开了一栋房子 等到危险过去郭达才发现 这间屋子暂时无人居住 于是他就在这睡了一夜 醒来后他先是久违地洗了个澡 然后把头发打理清楚 收拾妥当后郭达打开衣柜 为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 紧接着郭达开始观察起屋子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串车钥匙 突然墙上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有人给坐机留言 因此触发了自动回复 在房主设置的留言中 他说自己去纽约出差 10月1号之前都不会回来 这让郭达心里舒了一口气 随后他又看到门口的信件 略一番找竟然找到了信用卡 信件上还带有信用卡的密码 郭达心想 自己的好日子这不就来了吗 但同一时间 依莎的日子却不太好过 他被小混混找到 并且被威胁着带走 郭达则是跑到自动取款机取钱 重启人生的郭达买了瓶好酒 在大街上边走边喝 没多久他就溜达到了救济站 往常他和依莎都在这拿食物 他询问分发食物的修女 今天是否看见依莎 修女却震惊地看着郭达的行头 问他是不是去打劫了 甚至做事就要报警 郭达却说修女是个好人 把手里的500英镑全给了他 然后跌跌撞撞地离开了 修女拿着钱回到教诲 他纠结再三 还是拿着钱找到院长 他本想将钱全部捐给修道院 还说了自己对于郭达的成见 经过院长的开导 修女最终决定拿这笔钱 去买一张芭蕾舞演出的门票 这是他最爱的芭蕾演员的告别演出 仅剩的一张票正好是500英镑 而此时的郭达刚从噩梦中惊醒 从战场回来后 他总是失眠 还时常梦到战死的队友 只有酒精能够缓解他的情况 恍惚中他看见了满屋子疯鸟 还有被他误杀的平民 恍惚结束后他意识到自己发烧了 于是他只能找到修女 希望对方为自己开一些消炎药 原来是前些天癌的揍 导致他就伤腹发感染 修女也只能为他拿来药物 直到这时 郭达才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他也完全忘记了500英镑的事 同时修女告诉他 自己从未再见到依莎 但他会帮郭达继续寻找 郭达递给修女一张联系方式 让他如果遇见依莎 就让依莎给他报个平安 第二天起 郭达开始四处张贴寻人启事 很快他就收到了依莎的留言 依莎告诉郭达自己很好 出于抱歉所以在帮地痞工作 他让郭达别再找他 但事实上 依莎被地痞卖到了红灯区 每天都要接待客人 郭达听到留言放下了担忧 郭达认识到 住在这里并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他找了一份帮助的工作 还剪掉了房主的信用卡 不再依赖房主的钱 平常还会经常锻炼 力求恢复体能 这天餐厅里来了几个闹事的人 服务员让郭达去摆平麻烦 郭达先是礼貌地拜托客人们结账 除了餐馆几人还在挑衅郭达 看对方手脚不干净 郭达忍无可忍地反击了回去 一个人只凭三拳两脚 郭达的伸手折服 直接把他推荐给当地华人黑帮头子 从此郭达就开始了新工作 主要是收保护费和孕育 开始工作前 他先来到了女儿的学校 看到女儿郭达也不敢上前相认 只敢坐在车里 远远地看一眼老婆孩子 替黑帮做事后 郭达下手又快又狠 十分受老板的赏识 这也让他挣下了不少钱 于是他第一时间点了45分外卖 然后送给了修女的救助站 他一边干黑活一边做膳食 流浪汉们都开始称呼他为疯狂乔医 但郭达也逐渐反感起黑帮的做派 这天郭达到便利店去见老婆 但老婆看到人模人样的郭达 却是十分气愤 他斥责郭达不只是战场上的逃兵 更是家庭的逃兵 他和女儿过得那么穷苦 而郭达却过得那么好 郭达文言塞给妻子一大笔钱 并且承诺妻子 这钱将来还会有很多 并且表示以后会越来越多 说完他就离开了便利店 几天后就是感恩节 一条连衣裙 修女找到郭达想要退回裙子 而这时他正在街上烤肉 他本想在这里请修女吃上一顿 不料修女还带来了依莎的死讯 依莎被嫖客杀害 并且直接把尸体丢进了河里 郭达看似云淡风轻地询问起细节 修女把所有线索都告诉给郭达 同时劝郭达找警方解决 深知警察尿性的郭达没忍住愤怒 当场就掀翻了桌子 修女也愤怒地指责他帮忙贩毒 事后郭达向修女表达了歉意 并且让修女找警方施压 而她自己则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修女拿出500英镑想要还给郭达 自从花了郭达的500英镑 修女一直心神不宁 于是她让妹妹帮忙 便卖了所有自己的东西 凑到了500英镑 她知道郭达不记得这事 但还是决定把钱还给郭达 修女离开时 郭达追上她希望她能带走裙子 修女推辞不过 也只能带走 第二天郭达越想越气不过 一入夜就回到当初的巷子 守株待兔地等着两个地平 对方见识不对直接亮道 郭达则是掏出一只勺子 两人根本不是郭达的对手 他轻松地打翻两人 先踢死一个 再拿勺子威胁黄毛提供线索 黄毛也不知道那个嫖客是谁 只告诉郭达 嫖客右眼带霸 打扮得像是个金融精英 听他说完郭达也如约放过了他 离开时还给流浪汉们撒了许多钱 于是他写信邀请修女来观看摄影展 并且表示会在那里告诉他 关于杀害依莎的凶手的线索 修女穿着郭达送的裙子 如约来到摄影展 郭达看到修女 竟然直接受到了美貌震慑 微醺的修女也向郭达吐露了心声 他从小就喜欢芭蕾 却被父亲逼着学了体操 郭达接住了摇摇欲坠的修女 两人情不自禁地吻了起来 他把得到的情报告诉修女后 修女转身就离开了展览 这天郭达照例去收保护费 结果老板却耿着脖子不给 还扬言要去见郭达老板 眼见对方软硬不吃 郭达直接把老板放倒 然后抢走了对方的钱箱 这一举动直接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意识到郭达还是个逃兵 于是立刻开始了全程搜捕 当警方找到修女询问时 修女却为郭达撒了谎 当晚逃过警方追捕的郭达 来找修女询问依杀案件的情况 修女却告诉郭达 警方认为他们对凶手描述太过笼统 警方已经放弃了调查 郭达让修女送她去教会 路上修女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故事 原来她之所以成为修女 是因为小时候遭受了教练的侵犯 在第18次她反杀了教练 又因为年纪太小而免于牢狱之灾 只是把她送去教会做了修女 她从此将芭蕾和信仰当作寄托 遇见郭达后的悸动让她难以处理 于是请求院长把她送去非洲做慈善 郭达找到自己的真正老板 以无偿做打手为代价 换来了杀害依杀的凶手的信息 而凶手最近要参加的一个活动 则就在后天 第二天一早郭达就约出了修女 她让修女帮自己拍几张照片 郭达想选几张好看的留给女儿 她希望女儿能够记得自己 修女很擅长捕捉郭达的小动作 听到这话她郭达将照片也给她一份 就当留个念想 郭达这才知道修女明天就要离开 两个人不想留下遗憾 于是直接回到家里干柴烈火了起来 而此时房主正好回家 她发现家门被反锁 而通过门上的投地口 看到了正在穿衣服的修女 郭达带着她从消防通道逃走 郭达想带着修女远走高飞 但修女却劝她不要意气用事 修女邀请郭达 今晚跟她一同观看芭蕾表演 郭达并未答应 因为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到了晚上 她先是来到前妻家门口 把照片和钱都留下之后 孤身来到凶手所在的晚会 而修女却期待着郭达能来陪她 却始终不见人影 只好自己独自入场 郭达却很快在酒会中找到凶手 她表明来意后 直接就把人从楼上丢了下去 然后鸣枪威胁之后匆匆逃离 修女独自看完了演出 出来后却看到躺在路边的郭达 两人在街头互诉中场 也互相做了最后的告别 第二天当修女出发时 她收到了郭达送的照片 并且还有一封书信 郭达表示自己已经将钱还给了房东 还剁留了一些当作房租 她将黑帮的犯罪资料交给了警方 完成所有该做的事情后 郭达选择回到街头 而暴露在大众视野的她 也很快地被警方逮捕归案 这是美国最刺激的游戏 监狱死亡飞车 顾名思义 参与者都是监狱囚犯 他们要么胜利 要么死亡 其中的明星赛车手名叫弗兰克 他已经缠联了四届冠军 在监狱内外都有很多粉丝 这次的比赛照常进行 弗兰克仅剩一个对手 然而 他所有的武器通通失灵 只能面对对手的疯狂扫射 他让领航员按照指示 卸掉了后挡板 顺利砸烂了对手的汽车 对手仍不肯放弃 居然丧心病狂地动用火箭弹 领航员在最后一刻弹射离开 弗兰克则被火海吞没 没有任何人 能在这样的事故中活下来 但弗兰克做到了 只用了六个月 他就又重新回到了赛场上 然而 只有少部分人知道 面具下的人 已经不再是弗兰克 他名叫杰森 本是工厂的普通员工 其料 工厂由于偷税漏税被迫解散 给工人的遣三费 只有区区三百元 就在此时 警察带人闯入工厂 直接将其查封 更可恶的是 警察不由分说 便开始痛作工人 杰森这下忍不住 他夺过一把井棍 将一帮警察打得落花流水 杰森很快回到家中 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 好在妻子先会 从不计较这些 就在两人准备亲热一番时 楼上的女儿突然哭了起来 杰森只好上楼安慰 然而 等他下楼时 却只见到倒地的妻子 杰森一回头 就被蒙面黑衣人弄晕 他恍惚之间 还看到对方做出挑衅的手势 等杰森再次醒来 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妻子早已身亡 而凶器就在杰森手中 就这样 杰森被冤枉杀人 同时判处二十年监禁 他被送进了美国最凶恶的监狱 这里四面环海 只有一座长桥出入 根本没人能逃得出去 杰森被狱警队长 用高压水枪戏弄 紧接着又被送进牢房 看着三个欲有饥渴的眼神 杰森泛起了愤怒 牢房传出响声 队长还以为杰森菊花不饱 然而 他却看到倒地的三人 以及一脸凶煞的杰森 四日到了吃饭时 突然有两名大汉出现 开始挑衅杰森 其中一人往餐盘吐口水 杰森本不相惹事 其料 另外一人提起了他的妻子 杰森瞬间暴怒 抄起餐盘打晕一人 可对方人多势众 杰森被一圈打倒 还不等他起身 一帮狱警已经赶到 队长将杰森带走 并声称他闯了大祸 因为那两人是兄弟会成员 他们的老大凶狠无比 杰森恐怕有的瘦了 队长把杰森带到办公室 狱长金姐就在此处 金姐直接点名 在这个凶恶的监狱里 他恐怕活不到出狱 杰森刚反驳两句 就被队长打了一棍 金姐继续开口 他翻看了杰森的履历 发现他曾是个顶级赛车手 金姐对杰森起了招揽之心 在上次的死亡飞车比赛中 明星选手弗兰克受伤 不幸死在了手术台上 好在他一直戴着面具 没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于是金姐想让杰森替代 毕竟戴面具的人很多 可顶尖赛车手不多 杰森本想拒绝 然而金姐给出的条件 只要能够赢五场比赛 就能获得自由 在此之前 弗兰克已经赢了四场 只要杰森能再赢一场 就可以走出这个鬼地方 面对这个条件 杰森只好答应下来 金姐把他带到弗兰克的车组 由教练带领他们准备车辆 看着眼前的钢铁巨兽 杰森也有些震惊 车上更是配备了机箱 用来攻击其他选手 杰森心中感叹 死亡非出名不虚传 教练给杰森介绍 比赛分成三天进行 前两天不分胜负 只分生死 活下来的人 才能参加第三天的竞速比赛 之前比赛的死亡率 达到了惊人的70% 杰森正在思考时 发现了几名外出归来的囚犯 手上带着铁环 教练告诉他 那是全球定位装置 只有监狱才有 杰森突然想起 那个神秘黑衣人 手上也有同样的手环 这让他不禁有了些想法 时间很快来到比赛第一天 金介亲自给杰森戴上面具 他在犯人们的呼喊中 走出牢房 其他选手纷纷找到自己的汽车 就在此时 一辆大巴车开进赛场 没想到里面竟是数名美女 他们身材火辣 容貌惊人 引得球犯们不断狼嚎 原来 金介为了提高比赛收视率 特意从隔壁女子监狱 找美女来担当汽车领航员 而杰森的领航员 名叫凯斯 两人刚一见面 凯斯就认出他不是弗兰克 教练把车窗合伤后 杰森立刻摘下面具 凯斯一时间几乎惊呆了 随着各位选手准备就去 金介也顺势开启着直播 赛线人数瞬间突破千万 选手中最受关注的 当属半城弗兰克的杰森 以及小黑两人 毕竟他们一个是四场冠军 一个是三场冠军 指示灯很快亮起 选手们蓄势待发 随着比赛开始 他们如同利剑般冲了出去 然而比赛一开始 杰森就成了重点招呼对象 其他选手纷纷对齐撞击 技术开始失控 甚至旋转起来 好在杰森经验丰富 很快稳定了车身 凯斯也为他指明道路 杰森向左转向 选择了超进路 到了转弯处一个飘移 顺利来到了第一名 身后的小黑不甘示弱 又反超了回来 杰森不慌不忙 选择弯道超车 最终一个飞跃撞击小黑 两人相吃不下 但小黑的汽车体型庞大 远远超过杰森 在凯斯的指示下 杰森走捷径超过重人 大家很快来到第二圈 只要压过宝剑 就能激活机枪 压过盾牌 则是各种防御手段 然而杰森不懂规则 只压过了两个轮子 并未激活武器系统 这下糟糕了 后车被激活了机枪 开始对杰森扫射 金姐为了增加刺激 激活了骷髅陷阱 一名选手不慎触发 汽车当场被刺拴 随着机关下落 他连人带车 被直接压扁 随着比赛进行 小黑也拿到了武器 开始进攻其他选手 然而 帽子哥不甘示弱 激活防御系统后 喷射汽油 把小黑逼停 帽子哥继续进攻其他人 起料 前车突然放下钉刺 扎破了帽子哥的轮胎 身后的选手阿华发射飞弹 成功将帽子哥炸飞 不成想 帽子哥居然没死 就在他破口大骂时 却被路过的小黑直接撞死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杰森也激活了武器 就在他准备开枪时 枪管却出了故障 见此情况 凯斯不顾安危 竟直接来到外面修理 起料 另一名选手的领航员 也钻出汽车对他扫射 好在杰森及时反应 通过放慢速度 让另一辆车成了挡箭牌 经过凯斯的修理 机枪终于恢复 然而身后的选手已经跟了上来 杰森一边躲避 一边激活了防御系统 不成想 凝固汽油弹和烟雾都失灵了 就在小黑对杰森攻击时 另一名选手将其撞开 并跟着杰森进入隧道 杰森心生一技 他让凯斯坐到自己腿上 凯斯虽然一脸疑惑 却还是听从命令 杰森把汽油弹放在副驾驶 最后将其弹射出去 刚好落在后车上 凯斯瞬间明白 给后车加了把火 让其直接被烧死 杰森一马当仙 眼看就要到达终点 其量隔壁的小胡子 突然做出挑衅手势 与黑衣人一模一样 杰森正在失神时 被小黑撞倒 直接从第一落到最后 好在还是完整了比赛 今天的直播让金姐非常满意 当他面见杰森时 杰森却要选择退出 金姐根本不慌 掏出了他女儿的照片 在金姐的威胁下 杰森不得不妥协 他跟教练闲聊 同时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他的妻子正是被小胡子所杀 目的就是让他入狱 借此帮助金姐直播点财 杰森虽然愤怒 却对金姐无可奈何 到了晚上 杰森正在修理汽车时 突然发现了小胡子的身影 他立刻跟了上去 不料 小胡子早有准备 杰森被一帮手下按倒 原来 他就是兄弟会的老大 眼看小胡子就要痛下杀手 关键时刻 杰森的整理师小胖出手 吸引了小胡子的注意力 杰森趁机摆脱束缚 将一帮手下统统打倒 单打独斗 小胡子根本不是对手 他只好说出实情 幕后黑手就是金姐 暗中杀害了杰森妻子 这才让杰森顺利入狱 杰森当场就要干掉他 其料 队长及时赶到 用电击枪将其击晕 时间来到第二天 比赛选手仅剩6人 随着指示灯亮起 其余5人飞驰而出 杰森却是慢悠悠的起步 他的心思完全没在开车上 而是一头扎进了隧道 他逼问凯斯 上一个弗兰克 是不是被他害死的 眼看杰森即将打开弹射器 凯斯只能说出实情 他正式封了金姐的命令 让弗兰克永远留在监狱 为金姐挣钱 昨天的系统故障 也是他所为 杰森明白了这一切 金姐不可能让选手活着出去 他已经有了计划 实现杰森一个加速 直接冲进了载道中 他左右堵闪 很快超越了几人 然而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小胡子 两辆车谁也不肯相让 凯斯让杰森激活防御系统 杰森反而选了攻击 小胡子在身后对他疯狂扫射 杰森丝毫不慌 一个帅气的转身 开始对小胡子对射 杰森的火力明显不足 幸好他及时激活防御 趁机放出了烟雾 小胡子堵闪不及 直接撞到柱子翻车 杰森停了下来 任由其他选手超过自己 他则戴上面具下车 扭断了小胡子的脖子 看着杰森凶狠的眼神 亲戚决定给比赛加点料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一辆改装过的卡车出现 这支钢铁巨兽威猛无比 开始无差别对选手进攻 一发火箭弹 直接炸毁了两辆汽车 目前在场的选手 仅剩杰森小黑以及阿华 卡车加速到三人前方 对其疯狂扫射 甚至还有喷火器 卡车靠近阿华 用车轮的铁刺干掉了领航员 阿华奋力躲避 其料卡车放下树坑铁链 直接缠住了阿华的轮胎 随着炮管转向 阿华当场被干掉 杰森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主动联系了小黑 两人决定暂时结盟 卡车一发火箭弹 干掉了小黑的领航员 最后使用喷火器 疯狂地灼烧杰森 两人丝毫不惧 以惊人的默契向前 卡车独闪不及 当场被机关干掉 杰森与小黑总算赢下胜利 两人回到牢房 宛如英雄一般 金姐对他们的行为愤怒无比 他绝不可能让杰森赢得比赛 于是趁着他讲话时 让队长悄悄安装了炸弹 杰森找到小黑 经过上次的合作 他们已经有些惺惺相惜了 没准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马上到了第三天 兴许是对自己很有自信 金姐主动把释放证明交给杰森 只要赢下比赛 他就能离开 前提是他能活着 杰森自然接受 比赛开始后 紧胜的两人对战 小黑仗着火力强大 对杰森疯狂攻击 杰森对此毫无办法 小黑现状 立刻发射火箭弹 杰森灵巧躲开 火箭弹则把监狱外墙炸断 两人直接逃了出来 原来 这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对策 金姐气急败坏 准备启动炸弹 然而 炸弹早已被教练三人卸下 金姐愤怒地发动预警攻击 身后跟着数十辆警车 杰森根本不慌 放出了凝固汽油带 拦住了所有警车 随着铁栅栏被撞破 他们终于逃出了监狱 从此 鱼住大海 逃出生天 小黑还在感慨 可惜没能干掉金姐 杰森却微微一叫 与此同时 金姐打开了粉丝送的礼物 其量 里面正是那枚炸弹 教练成功干掉了金姐 监狱众人得到解放 时间来到六个月后 杰森与小黑逃到墨西哥 并开了一家修车厂 这天 一辆豪车驶来 来者正是凯斯 他成功跟杰森走到了一起 杰森也顺利找回了女儿 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个满头银发 面容冷居的男人 叫文森特 他是一个职业杀手 只见抬手几枪 瞬间干掉两人 业务能力十分过硬 这次 他受雇于一家跨国贩毒集团 来洛杉矶干掉五名重要证人 在机场大厅里 他与杰森意外撞在了一起 随后 两人互相拎起对方的包 从容地离开 文森特也因此得到了 五名证人的信息 他刚出机场 直接坐上了一个 黑人司机的计程车 这个黑人叫老麦 是一位洛杉矶 勤勤恳恳的夜班司机 老麦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 一方面 是为了照顾握病在床的母亲 另一方面 则是为了他的梦想 开一家豪华出租车行 即使生活再过艰难 他还是满怀希望 坚称自己 做夜班司机只是兼职 可这份兼职 一干就是12年 每次心烦时 老麦都会拿出自己 珍藏的照片 幻想自己在那里度假 这晚 老麦照常拉客 此时 上来一个检察官 她叫安妮 长相气质十分出众 尽管一直在打电话 聊工作 但还是吸引了老麦的注意 老麦知道了目的地后 改变了安妮提供的路线 打算超近路过去 这样一来 能节约很多时间 但安妮对这片 也是极其熟悉 所以 她并不相信老麦的说辞 两人打赌 要是老麦错了的话 这趟就免费 可结果出乎安妮的预料 一路十分顺畅 果然提前到达地点 两人也聊得相当愉快 下车后 安妮还将自己的名片 递给了老麦 就在这时 文森特直接坐到了 老麦的车上 她刚爆出目的地 老麦就立刻启动 并说 大概七分钟到达目的地 文森特一边 与老麦唠着家常 一边整理着目标人物的资料 她很少来洛杉矶 每次来到这里 都想尽快离开 在她看来 洛杉矶尽尽管经济发达 却是一个毫无人情味的城市 甚至有人死在地铁上 整整六个小时 都没人发现 很快到了目的地 文森特看了下时间 整整七分钟 如老麦说的一般无二 见他对时间把握得如此精确 文森特对他说 今晚 自己将会分别会见五个人 所以决定包他的车一晚 以便自己的行动 老麦起初并不情愿 但看到文森特拿出 三百美元的订金后 欣然同意 他将车开到楼下的小巷中 等待文森特 正当他在车里享受汉堡时 一个男人从天而降 正好砸在他的车上 看样子已经气绝身亡 老麦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 文森特正好从楼上下来 看他如此冷静 老麦断定 此人就是文森特所杀 随后 文森特用枪威胁老麦 将尸体抬进后备箱 接着继续命令老麦 驾车离开 文森特报了下一个地址 老麦知道他的计划 果断拒绝 但文森特一直用死亡作为威胁 而且劝告他 要适应环境 只要度过今晚 就万事大吉 这时 老麦才知道 他是一个职业杀手 他无法接受自己 载着一个杀手 到处去收割生命 文森特当即表示 自己杀的那些人 都是坏蛋 他是在替天行道 两人争吵间 车子被警察盯上 由于害怕文森特 在街道上大开杀戒 所以老麦只能在警察面前 强壮镇定 警察发现了挡风玻璃上的血迹 老麦撒谎说 自己刚刚撞到了一头鹿 警察明显不屑 命令他立刻打开后备箱 正在千军一发之际 两位警察接到报告说 不远处发生了枪战 他们立刻前往 把老麦与文森特扔在了路边 到了第二个目的地后 文森特为了防止老麦跑路 特地将他的手绑在了方向盘上 随后前去杀人 等文森特离开后 老麦在车里奋力挣扎 狂暗喇叭吸引路人注意 但不仅没有一个人 愿意过来帮他 而且还将两个流氓 吸引了过来 他们在知道老麦的处境后 抢走了老麦的钱包 与文森特的公文包 此时文森特正好出来 两人死到临头 依旧出言不逊 文森特不再废话 斗手间连开竖枪 让两人成了枪下亡魂 文森特再次出言威胁 你吸引的人越多 就会有越多的人因你而死 对此老麦只能认命 由于事情比预想的更加顺利一些 文森特提出 带着老麦去一家酒吧喝酒 酒吧老板的喇叭吹得十分不错 文森特与他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老板向二人讲述自己年轻时候的去世 可等到酒吧的人逐渐离开 只剩下三人时 文森特图穷比切 老麦顿时惊觉 老板就是文森特的下一个目标 可还没来得及阻止 文森特突然掏枪 结果了对方 这一次 老麦认清了文森特 宁死不再开车 就在两人争执间 车里的传呼机响了 原来老麦的母亲在医院里吵着要见他 文森特为了不让人发现异常 所以逼着老麦带自己去了医院 在进驻医院之前 他还特意买了一个花篮 打算送给老人家 巧的是 警察大壮 也因为调查刚刚那起枪杀案来到了这里 他们在电梯里侠路相逢 但都没有认出彼此 还很热情地打了个招呼 进到病房后 文森特主动向老麦的母亲问好 并且自称是老麦的朋友 母亲一听十分高兴 还责怪两人 工作繁忙 为何还要抽出时间来看自己 原来老麦为了不让母亲担心钱 一直欺骗他说 自己开了一家豪车公司 老麦一听这话 羞愧难当 抢过文森特的公文包 夺路而出 文森特察觉不对 立马闪身追出 两人一路你追我赶 来到一座天桥 老麦眼看逃走无放 直接将公文包 从桥上丢下 被路过的车无情碾碎 文森特怒不可遏 一把将老麦安在地上 但他没有开枪 而是命令老麦去毒枭那里 重新取一份资料过来 文森特似乎十分信任老麦 在车里主动了解了自己的从前 原来文森特的母亲 去世的很早 而父亲整日酗酒 喝醉后就对他拳打脚踢 在他12岁那年 父亲得了肝病去世 从那之后 他就成了一个职业杀手 到了目的地后 文森特让老麦假扮自己 进去取资料 因为文森特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 无人知其真实身份 他还表示 要是十分钟后还看不到资料 就会去医院杀了老麦的母亲 老麦没有办法 只得硬着头皮进去 他刚到门口 就吸引了一众保安的注意 这里表面上是一家酒吧 实际上是毒枭谈论生意的地方 搜身完毕后 老麦如愿见到了毒枭 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毒枭十分生气 因为那份名单是他们花了巨大的代价做出来的 一听老麦弄丢了名单 毒枭十分不爽 打算干掉他 可下一秒 老麦眼神一变 仿佛文森特上身一般 瞬间震慑了众人 他强调 自己之所以会将资料丢失 是因为当时正在躲避FBI的追捕 毒枭思虑再三 将那份资料又给了他一份 等老麦走后 毒枭安排手下跟着他 并下达命令 只要老麦行为异常 就将他就地格杀 文森特二人拿到资料后 立刻奔向了第四个目标 另一边 FBI已经盯上了他们 还看到老麦进去与毒枭谈话的那一幕 他们误将老麦当成了杀人凶手 所以打算兵分两路 一路实行抓捕 一路去保护目标 但大壮经过调查后 始终不愿相信 一个开了12年夜班车的司机 竟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杀手 所以他也急忙跟着行动起来 打算查清事实的真相 这边 对此事毫不知情的二人 还在处理闲聊 文森特劝老麦 人生要及时行乐 因为杀手的经历告诉他 做人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两人谈到这个话题 忽然双双沉默了下来 或许 两人的心中都有着难以实现的梦想 随后两人来到了第四个目标所在的地点 狂热夜总会 这里人声鼎沸 磨尖擦肿 文森特和老麦挤过拥挤的人潮 慢慢向目标靠近 此时FBI与毒枭的人也来到了现场 他们像黄雀一样在人群中展开搜索 最终FBI的人发现了老麦 并将他成功逮捕 混乱中 文森特挟持了一个保镖前进 但这一幕在热闹的舞厅中 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时毒枭的人率先朝着目标发起攻击 听到枪响 人群顿时一片惊慌 老麦也打算趁机逃脱 其料 有一个人的枪口对准了他 幸亏此时文森特及时出手 才救下了他的性命 接着 老麦又被悄悄摸过来的大壮带走 此时 舞厅里四方混战 文森特目光如炬 像一只闯住羊群的狮子般 不停地收割生命 即使四号目标的手下众多 他还是杀到了对方面前 一枪结果了对方 他来到屋外 正好看到大壮带的老麦离开 迅速出手 连开两枪 大壮硬生倒地 在车上 文森特还泱泱得意地 以老麦的救命恩人自居 殊不知 此时的老麦已经变了脸色 他知道 大壮是警察 而且还是个好人 但文森特还是不以为然 死了一个警察 谁会在意呢 自己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杀人 拿钱 而且他还坚持 要去杀那第五个目标 曾经相谈甚欢 甚至有些惺惺相惜的两人 互相撕下了对方的伪装 文森特因为从小被虐待 后来又在收容院长大 所以现在变得毫无人性 老麦内心自卑 尽管每天将梦想挂在嘴边 其实很难实现 以后只会这样 碌碌无为过一生 文森特的话 狠狠刺激了老麦 他越开越快 人也逐渐变得癫狂 他将车撞上了石台 想借此杠掉文森特 彻底脱离控制 但两人都没受到致命伤 他们很快反应过来 在车里争夺手枪 此时远方警笛响起 文森特见事不妙 选择提前溜走 坚持去完成任务 警察发现了后备箱里的尸体 打算将老麦逮捕 老麦本打算束手就行 但意外发现了文森特第五个目标的身份 他就是安妮 老麦不忍自己抱有好感的女人 就这么死去 于是他捡起地上的枪 挟持着警察 迅速向安妮的所在地跑去 他在路边抢了一个手机后 立刻打给了对方 安妮接到老麦的电话后 显得十分惊讶 老麦来不及多解释 只是让他赶紧躲起来 有杀手要来杀他 安妮起初不信 但当他听到毒枭的名字后 立刻就相信了 此时 文森特已经拿到了这栋楼的门禁卡 一路畅通无阻地进来 他推开门 发现安妮竟然不在办公室 通过桌上的手机来电显示 他发现 安妮正在十六楼接听电话 此时 老麦已经在楼下 将两人的位置看得一清二楚 不巧的是 手机正好没电 文森特来到十六楼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这里的电力系统损毁 这也导致安妮联系不到警察 安妮就着叶瑟在地上爬行 尽管已经足够小心 但这还是没逃过文森特的耳朵 他将枪口对准安妮 就在下一秒 老麦及时赶到 一枪打中了他的耳朵 倒地的文森特没有放弃 在身后紧追不舍 三人你追我逃 坐上了最近的一班地铁 文森特在最后一节戳枪上 一节一节地向前搜查 老麦与安妮二人根本无法脱身 文森特表示杀人是自己的工作 他们根本逃不了 听到这话后 老麦选择直面危险 他与文森特隔着车厢的玻璃门对射 最终老麦毫发无损 而文森特不幸中蛋 他又说起了那个故事 有人坐上了洛杉矶的地铁 然后有人死去 不知道多久会被发现 说完就没了气息 地铁到站后 老麦扶着安妮走了出来 这惊心动魄的一夜 是如此的漫长 电影到此结束 文森特无疑是绝情的 他将杀人当工作 认真负责 竭尽全力地完成目标 在这点 他与老麦相似 两个人在自己的工作领域 都是绝顶专业的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 他们互相欣赏 却无法互相理解 如果说这部影片里 有那么一丝温情的话 那就在于 文森特与老麦之间 渐渐萌生的 惺惺相惜的感情了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个男人是海军陆战队 最强的人 眼看战友要被处决 约翰直接扯掉通讯耳机 一人一枪当场闯进敌营 他的肌肉强悍到 无视枪械后坐力 单枪匹马放倒 十几个恐怖分子 然后带着几个战友 正面闯过火力封锁区 全程无一人伤亡 但军方却因此责怪 他不服指挥 领导想保下约翰 却还是束手无策 只能给他一封辞退信 让他提前退伍 约翰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却得到了老婆的热烈欢迎 原来约翰参军多年 凯特想他想的那叫一个魂牵梦绕 现在约翰被迫回家 凯特只想跟他缠缠绵绵到天涯 他想让约翰多陪他几天 但约翰却是个闲不住的 第二天就应聘去做了保安 上班第一天 约翰还对这个职位不甚习惯 他拘谨地询问同事 是不是保安就这么悠闲 但很快 他就遇到了一个嚣张的富二代 只见富二代上楼直奔工作区 对着女职员就是一顿骂 约翰很快接到电话赶到楼上 结果富二代直接对着约翰口出狂言 约翰气不过 上来就把人给嫁走了 富二代见识不妙只能乖乖闭嘴 可一到楼下 有保镖撑腰的富二代又狂了起来 约翰的同事小胖本想劝假 结果先一步跟保镖打了起来 这些小喽啰怎么也不是约翰的对手 直接被约翰扔到了窗外 这下富二代怂了 骂骂咧咧的让约翰等着瞧 果然当天下午约翰就被大厦辞退 小胖安慰他说 有这样的好身手不愁找不到工作 但约翰却觉得 自己的理想就是参军 他在军营里练就的一身本事 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 小胖把约翰送到了家门口 约翰本想瞒着妻子 奈何凯特早看到了新闻 他理解约翰对日常工作的不适应 于是耐心安慰约翰说 工作慢慢在找 现在更适合先去自驾游散散心 约翰实在顶不住妻子的撒娇攻势 还是答应了下来 就在同一天 临时爆发了一起大劫案 看着风度翩翩的异行人 却是一伙亡命之徒 他们打劫了一家私人珠宝拍卖会 盗走了价值两千多万美元的钻石 然后还杀害了珠宝管理员 离开石域上警车拦截 罗米直接持枪反击 黑哥更是扛起火箭筒当场炸飞警车 随后再开着大具扬长而去 他们是全国有名的江阳大盗 作案多次从未失手 这次他们也提早找好了买家 约定第二天到另一个城市交易 为了避免警方追捕 罗米让手下黑哥连夜赶到黑市 他安排好了逃亡用的车 黑哥是个狂躁的呆子 一看老板给安排的车 竟然是个普普通通的货车 先是跟老板抱怨起自己总被歧视 然后直接扭头提走一辆凯迪拉克 就这样 逃亡的江阳大盗和约翰小两口 在第二天的加油站撞了个正着 毫无防备的约翰下了车 准备补充一些口粮 而罗米则是正常的加油 不料此时一辆警车驶进了加油站 罗米和他的同伙们瞬间感到危险 一行人紧张地盯着警察的动作 但这个警察并不是来追捕他们的 他只是个觉得罗米的车很酷 就想来聊两句的自来书警员罢了 可不太聪明的黑哥却以为身份暴露 直接开枪打死了警察 见此情景罗米只好动手 车内的警察很快就身中竖枪 约翰则被商店里的同伙敲晕 他们为了掩人耳目直接闯进约翰的车里 挟持着凯特把车开走 约翰恍惚间看见凯特被带走 但下一秒 黑哥直接开枪点燃了加油站 索性约翰身位低 并没有因为爆炸受伤 约翰赶紧跑出加油站 决心一定要救出妻子 约翰先是安顿好受伤的警察 再开走警车 同时用警车里的通讯设备 联系到警队告知了情况 然后开阻玛丽一路狂奔 很快他就碾上了罗米一行人 黑哥和大力立马冲约翰开枪 约翰又是猛打方向盘躲避 又是拿防弹衣挡住子弹 两人一起扫射 车都要被打烂了 约翰还在不怕死地往前追 罗米只能挑着难走的路开 于是他们很快闯进一片修路区 一路横冲直撞 约翰把警车保险杠都开飞了 也没半点减速的意思 只见罗米一个甩尾 把约翰逼近挖掘机下 约翰赶紧一个俯身 警车秒变敞篷 可即使这样 也没能阻挡约翰追击的脚步 大力没忍住吐槽约翰 这简直是终结者在世 凯特也一跃而起 试图阻挡罗米的视线 但这明显没多大用 罗米在断崖前倒车 所有人举枪向约翰扫射 车子直接被打炸了 约翰也掉进了溪里 罗米目测了一下小溪的深度 便认定了约翰必死无疑 但眼下他们的行踪暴露 只能想办法先躲进丛林再找出路 凯特也因为抵抗被捆了起来 不料司机和黑哥却吵了起来 为了维持团结 罗米直接开枪警告 阿美在把凯特打晕 让黑哥扛着凯特往沼泽里走 与此同时警察也赶到了加油站 警长老范一路追踪到断崖前 正巧遇上了大难不死的约翰 根据流程约翰需要先收监观察 老范却表示自己相信约翰 让他尽管去追 地毯式的搜索也随之在丛林展开 罗米一行人沿着沼泽缓慢前进 黑哥一路上抱怨不停 张口闭口都是黑人低人一等 司机也不惯着他直接开队 可没对两句就气得黑哥掏了枪 罗米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不曾想他干掉的却是司机 只因为现在的情况下 司机毫无价值 很快他的尸体就被鳄鱼分尸殆尽 约翰一路狂奔也赶到了这里 他看着树干的血 不由地担心妻子的安危 于是拿起司机的匕首加快了脚步 但跑着跑着却不慎踩进陷阱 他第一时间划开雨网跳了下来 紧接着就有人拿枪顶住了他的脑袋 原来那是另一伙罪犯 他们看着天上巡查的飞机 误认为追捕他们的警察就是约翰 约翰努力想解释自己不是警察 但那俩罪犯却给他好一顿胖走 约翰终于忍无可忍 直接坐断椅子挣脱束缚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这两个笨蛋 带着匕首继续追击罗米 此时的罗米则是联系到了买家 眼看对方想趁他们落魄狮子大开口 罗米直接硬气地表示 这包钻石他们不卖了 他们一路躲避着警方的追捕 很快大家就走不动了 歇脚时罗米凑到凯特跟前 暗示凯特做他的女人 他想背着阿美三七四起 一段炸裂发言直接搞懵了凯特 眼看他这么不解风情 罗米也只能作罢 很快他们来到一幢湖边小屋旁 他们等警察离开后才进入小屋 而这都被随后赶来的约翰看在眼里 这间屋子似乎是废弃的酒馆 罗米让黑哥去发动电源 黑哥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楼下仓库 拨弄了几下很快就打开了电源 这时约翰从屋外飞升而入 可惜没能一击杀死黑哥 两人有来有往地打了起来 约翰又是被木板砸 又是被酒瓶拍头 狼狈得不像样子 可就在黑哥想要乘胜追击的时候 却被约翰一刀送去了西天 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的罗米 先给黑氏打电话安排接应 但被告知车子要等第二天才能到位 这时罗米才发现 黑哥去了很久 于是他让大力下楼看看 大力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但上来就被偷袭的约翰卸了墙 近身肉搏那更是约翰的强项 大力也很快被约翰送去陪了黑哥 就在约翰处理两人尸体的时候 老范却突然来到约翰身边 约翰没多想就告诉了他现在的情况 他们决定从后面翻进木屋 此时的凯特也偷偷脱离了束缚 趁机逃出了木屋 但阿美紧随其后和他打到了一起 但凯特一个业余选手 明显不太能打过专业的 约翰和老范一起闯进木屋时 屋里只有罗米一人 正当约翰以为胜券在卧室 老范却将枪口对准了他 原来老范就是罗米原本的买家 罗米突然放他鸽子 他只能自己找罗米要个说法了 感觉自己被当枪使的约翰心里不爽 直接拿老范当作挡枪的 罗米也在火力压制约翰后 趁机下楼拉着凯特和阿美就要走 临走时还打爆了木屋的燃气 他们找到老范来试的车 然后把凯特塞进后备箱转头就走 幸好爆炸时约翰也逃了出来 但当场就被巡逻的警察逮了个正招 约翰冲进树林想跑 却依旧没能摆脱警察 约翰想解释 可人家根本不听 约翰只能把警察放倒 坐上摩托艇就开始追 而此时的罗米那边 阿美暂时接手了钻石 老范的车有定位系统 他们要继续跑路还得换个车 于是阿美祭出了自己的绝杀美人计 两人带着凯特就坐上了卡车 还把凯特烤在了卡车上 约翰一路追着他们到了汽修场 罗米想正好在这换辆车 只见约翰一个飞身就攀上了卡车 打开车门直接把阿美丢了出去 钻石瞬间被阿美的血尽头 罗米想要开枪 却被凯特打掉 他只能锁上车门贴着路边开车 想把约翰给蹭下来 谁曾想撞他了两个房子 约翰才体力不支掉了下来 可这时的罗米已经来不及掉头 只能冲着毅然品质直撞了过去 卡车在爆炸中被点燃 罗米直接跳车跑路 而凯特却被考着无法逃脱 即使努力打着方向盘 依旧只能和卡车一起沉进了湖里 约翰见状起身就追 结果被罗米一棍子放倒 罗米气得要死 本来顺顺利利地逃亡 偏偏被约翰搞得一团乱 每下都下了死手 只是约翰肉体强度太过逆天 打了半天硬是没啥事 即使被烧他的房梁砸到 约翰还是一心奔着凯特 罗米气得拿起电锯就要锯了他 约翰找准机会反手围攻 直接一脚把罗米踹进了火里 解决完罗米 约翰跳进水里直接拆了车的横梁 抱着凯特就上了岸 他一边祈祷 一边努力地做着人工呼吸 幸好凯特落水不久 很快就醒了过来 两人不由地紧紧相拥在一起 约翰如是重负地笑了起来 不料却有一根锁链缠住了他 罗米都被烧成这样了 依旧不肯放过约翰 只见约翰铁链一扯 轻轻松松就送走了罗米 然后抱起凯特 两人很快就拥吻在了一起 这个男人叫老夫 他精通格斗搏击会讲六个语言 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高级特工 多年来 他踏着血泊与敌人斗智斗勇 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 老夫虽然拥有一份近乎完美的履历 但是却早已厌倦了这份高危职业 因此 他决定执行完手头的最后一项任务 就退役回家 全身心陪伴家人 老夫的最后一次卧底任务是 潜伏在一个黑社会团体内部 帮助警方抓捕走私军火的犯罪分子 这天 黑社会团体在进行非法交易时 突然被大批的警察包围 警方为了杀鸡尽猴 假装将老夫打死 初次购买枪支的菜鸟小波 见状吓得立马跳出来撇进关系 结果被黑社会团体的成员当场用冲锋枪击毙 随后 警方与黑社会团体的枪战一触即发 警方很快就凭借着人数优势 将犯罪团体压制 此次物体行动结束以后 同事们为老夫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欢送仪式 等派对结束以后 老夫和警官老维得知 在这场枪战中意外身亡的青年小波 居然是特哥的小儿子 特哥是坦怕是有名的大富商 多年来他一直和一对古巴兄弟合作 这一对兄弟操控着海湾一带所有的色情和赌博行业 他们将赚取来的黑钱放到特哥的银行洗白 特哥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资产 其背后的黑恶势力更是盘根错节 遍布世界各地 老夫在消结完工作后 连夜赶回家中与妻儿相聚 随后他们一家人就一起收拾行李搬到伦敦 开始了新的生活 到伦敦后不久 老夫又带着妻儿回老家探望父母和亲朋好友 另一边 特哥一家在得知小波被杀的消息后 发誓要让害死小波的人 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特哥命手下从监狱中 保释出当晚带着儿子进行交易的米奇 他通过审问米奇 得知的是老夫下班的奥图在买卖中捣鬼 但是据米奇所说 奥图已经被警方击毙 于是特哥在任领儿子的尸体时 继续向警官老薇打探奥图的底气 由于老薇拒绝告知 为此特哥转而联络世界个体的黑社会团体 来帮助他调查奥图的基本信息 很快他就在小波的葬礼上 得知了奥图的真实身份 他的妻子亚姐在一旁听到 老夫正在波多黎哥与亲友们欢聚 于是直接要求丈夫将他们全家赶尽杀绝 特哥听后立马应援 随后就安排大儿子阿汉和自己的好友兼合作伙伴飞机 一起去执行这次任务 此时的老夫正在小岛上 悠然地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 他和家人一起在海边聚会 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老夫被父亲叫到房间里 赞赏着他亲手改造的手枪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 屋外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枪声 老夫看着母亲应声倒地 所有的家人们都乱作一团 飞机带来的杀手们各个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 他们端着冲锋枪 对老夫的家人进行丧心病狂的扫射 妻子因为带着儿子在较远的地方玩耍 侥幸地躲过了首轮屠杀 他怕被杀手发现 于是决定冒险带着儿子驾车逃跑 等到老夫和父亲拿着家里的线弹枪 冲破阻碍来到屋外时 地上已经满是倒在血泼中的亲人 很快老夫的父亲也被子弹射中 老夫和杀手扭打在一起 命宣一线的时刻 父亲挣扎着爬起来 最后帮了儿子一次 老夫还来不及悲伤 就发现阿汉带着一拨人 准备去追杀妻子和儿子 老夫刚想冲上去阻止 结果又被一旁的杀手缠住 妻子一路急线飙车 半路上被杀手们打爆轮胎导致翻车 他坚强地带着儿子继续逃跑 但最终还是被阿汉他们无形地开车撞死 等老夫脱身赶到码头 只能抱着两具冰冷的尸体失声痛哭 老夫悲愤交加 他不顾自身危险 与飞机等人正面交火 直到用进了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 阿汉将老夫爆打一顿之后 又给奄奄一息的他心脏上补了一枪 随后飞机将洒满燃油的码头引爆 老夫在码头爆炸时被掀进海里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阿汉的最后一枪并没有打中老夫的心脏 最终被一个智力人救了下来 等到他伤口愈合再次回到小岛 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老夫打包带走了父亲留下来的枪支 还有夹着的照片 临走时 他在沙滩上捡到了儿子专门买给他的骷髅T恤 看着衣服 老夫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的复仇火焰 他在和智力人道谢之后 再次回到了坦帕市 然后找到一处偏僻的地方住下 此时 特哥一家还在庆祝为儿子小波报仇成功 殊不知老夫不仅没死 反而还满血复活带着仇恨归来 老夫给自己的车上安装了防弹装置 并且在临时住处 为复仇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由于米奇在特哥家做杂工 对他们家族的事情非常了解 老夫先将米奇抓了回来 直接使用酷刑 让他交代了一切信息 米奇为了不再受特哥家族的胁迫 答应与老夫合作 老夫将自己的墓碑扔到特哥的高尔夫球场上 高调地宣告着 自己还活着的消息 他也不再弃希望于警局 因为距离他们全家被杀 已经过去了整整五个月 但是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惩罚 老夫在时到特哥给古巴兄弟洗黑钱后 他秘密潜入特哥的商业大楼 胁迫其员工 从高楼扔下数百万的现金 离开时 他还顺便开枪打死的那天 参与屠杀的两名杀手 古巴兄弟因为这场现金雨 大受损失 他们生气地找到特哥质本 威胁他要换一家银行合作 特哥虽然也火冒三丈 但是还是陪着笑脸 答应会将钱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们 送走古巴兄弟后 飞机向特哥保证 老夫很快会成为过去时 老夫复说的第一枪打得非常响亮 让他的三个邻居都从新闻上 了解到了他的传奇往事 深夜 一个罪汉骚扰邻居小美 邻居脑袋站出来喝止 结果反而被罪汉羞辱 老夫在屋内听不下去 一拳将挑衅他的罪汉打倒在地 邻居都被老夫的英雄之举所感动 小美向老夫表达了感谢 并对他的家人离世 感到深深的惋惜 老夫从他的话语中获得了一丝温暖 但是他没有逗留 马上又投入了下一项复仇计划中 老夫知道特哥非常宠爱亚解后 决定利用这点来挑拨飞机和特哥的关系 老夫趁亚解每周四外出看电影的时候 偷偷开走他的车 然后借他的电话 变身后打给飞机 以要公布他是同性恋为要挟 将他约到指定地点后再爽约 做完这一切 老夫再将亚解的车开回原位 随后 米奇在特哥找飞机的时候 故意透露飞机去了酒店 然而 当特哥亲自问飞机时 却得到了不一样的回答 这次行动成功地提起了特哥的疑心 四日老夫在小美打工的餐馆用餐 期间 一名穿西装的男子 突然走进店里 给老夫唱了一首死亡之歌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等到老夫开车行驶在路上 这名西装男子依旧紧追不舍 他开车逼挺老夫 然后下车疯狂开箱扫射 索性老夫早就安装了防弹的闸门 但是他在逃跑的路上 为了避让行人不幸翻车 就在此时 陌生男子赶来 还没来得及动手 老夫掏出提前准备好的飞刀 率先刺穿了对方的喉咙 飞机派人暗杀老夫不成 结果反被老夫拿着炸药 炸了运现金的船只 古巴兄弟得到消息后 再次气冲冲找上门 特哥不想再受他们的威胁 双方的谈话不欢而散 晚上 老代以小美再次被骚扰为借口 邀请老夫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用餐期间 老代与另外一个邻居 特地给小美和老夫留下了独处的时间 原来这段时间短暂的接触 让小美对老夫暗生情愫 小美劝他不要再沉迷于往事 然而死时的老夫根本听不进去 他最终拒绝了小美的恃爱 刚回到房间调整心态 结果又听到桥门声 然而这次不再是邻居 而是特哥派来的俄罗斯杀手 老夫几拳就被撂倒在地 俄罗斯杀手力量上的强烈压制 使得老夫的每一次反击 都相当于一软击石 他想拿藏在桌子下的左轮手枪击杀对方 结果枪刚拿出来就被对方砸扁 杀手一路将他打进邻居家 命悬一线的时候 老夫抄起一旁的热汤 扑到杀手脸上 杀手被烫得面目全非 老夫则趁机将他爆摔下楼 在俄罗斯杀手死后 小美三人赶忙把老夫架回房间 但是他坚决不肯去医院 小美只好自己动手 替他缝合伤口 就在他们处理伤口的时候 飞机再次带着杀手赶到 小美带着老夫躲进隐藏电梯里 留老代和邻居阿普在外应付 飞机为了逼老代说出老夫在哪 残忍地将他脸上的钉环全部拔出 飞机见老代如此疼痛都不肯交代 以为他是真的不知道 遂留下一人看守 等飞机走后 老夫直接解决了看守的杀手 然后让阿普把老代送到医院治疗 自己则喝枪实弹准备前去复仇 小美不想让老夫去送死 但是他也知道没有人能够动摇他 只好独自哭着离开 老夫知道今晚一去自己定是凶多吉少 于是在临走之前写了一封遗书 他声明自己必须违反法律去惩罚这些坏人 又是一个周四 老夫再次开走亚姐的车 并将飞机约了出来 另一边 米奇故意拿着亚姐车上的酒店账单 询问特哥该如何支付 特哥看后 立马向米奇要了飞机家的钥匙 还有上个月的电话账单 然后就静止来到飞机家里搜查 结果他在飞机的床上 发现了自己送给亚姐的钻石耳环 特哥回想起飞机和亚姐相处的日常 认定他们已经背叛了自己 他等飞机回来后 直接二话不说将其杀害 随后他又等亚姐回家 然后当面揭穿他和飞机的奸情 亚姐慌忙解释 飞机是同性恋 然而此时的特哥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解释 他将亚姐带到一处天桥上 然后一把将他从桥上推下 亚姐掉在火车轨道上 直接被骑尸而来的火车碾碎 特哥处理完两人后 再次回到俱乐部 他贴出重金 聘人杀掉老夫 等到阿汉询问其母亲和飞机的下落时 特哥也只是面不改色的搪塞过去 另一边 老夫全副武装 带着弓箭 一路杀进特哥的俱乐部 他将楼外的保安通通射杀后 正好遇上有人叫香槟 老夫则趁机在香槟桶中安放了炸药 随后他寻着爆炸声一路找到楼上 拿着枪一路扫射 特哥趁着老夫和他的手下交火 乘着电梯逃跑 老夫变换使用各种枪械 最后成功消灭了特哥的一众手下 他寻着打碎玻璃的声音 找到在另一间房里 被压得不能动弹的阿汉 老夫直接在他的上方拴了一个定时炸弹 让他自己解开 特哥在跑出大楼时 被跑在他前面的一个手下 引爆了大门上的炸弹 被炸后他只好瘸着腿继续逃跑 老夫从背后叫住他 就在他们说话的间隙 大楼里传来阿汉手里炸弹爆炸的声音 老夫掏出手枪 一枪击中特哥 然后甩出照片 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特哥这才意识到 自己错杀了亚姐和飞机 就在他绝望之际 老夫将他绑在一辆汽车上 发动了引擎 然后启动自己提前安好的炸弹 特哥就这样被拖进火海 最后炸得血肉模糊 老夫则在他痛苦的惨叫声中 潇洒地离开 报完成后 老夫本想引弹自尽 可是就在他开枪的时候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妻子的面容 老夫在雷声中惊醒 瞬间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他收拾行李离开 并且给老代三人留下了巨额的现金 从这天起 老夫决定化身为惩罚者 以暴制暴 惩治一切犯罪的坏人 惩罚者上映于2004年 这类以暴制暴的电影 看起来让人觉得十分过瘾 不是因为导演崇尚或喜欢暴力 而是他想表达 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 越来越发现 想要用所谓的法律来约束坏人 是不太可能 也不太现实的 正如片中老夫所说 极端的时候 法律是不够的 为了羞辱法律的不足 必须要做违反法律的事 好了 男人把妻子和孩子溺死在河水中 目的不是百万保险 也不是吃绝糊 他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自己家里没有地方放书籍了 那占了位置的老婆和孩子就要解决 于是他带着妻子女儿出来野餐 一家三口看上去恩爱无比和谐美满 可谁知 在下一刻 那丈夫竟突然把妻子 按在浅浅的溪流中 他死死地压着妻子 不管妻子如何反抗 直到最后 妻子双目圆睁 溺死在不深的河水中 而丈夫并没有给观众过多时间 来思考他的作案动机 因为他把手伸向了旁边围观的女儿 女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被一直宠爱自己的父亲夺走了生命 紧接着丈夫把妻女伪装成溺水的样子 同时拨打了急救电话 很快120来到案发现场 他们拨开了正在进行人工呼吸的丈夫 把人放在了救护车上 而原本一起意外事件 因为警方在妻子尸体的指甲里面 发现了属于丈夫的皮肤残留 于是合理推断 妻子是被丈夫按在水中导致溺水 在警方推论还没有实质证据时 作为嫌疑犯的丈夫竟然在法庭上当场承认 是自己杀死了妻子和女儿 当法官询问他为什么要动手 试图挖掘一些深层原因 却不想丈夫的回答让所有人傻眼 他坚持地说 如果真要有一个动机的话 那就是自己家里放书的地方不够了 这种荒诞的理由让所有人震惊 杀死了两条亲人的生命 仅仅是为了给书记腾地方 不止所有人费解 就连一旁的记者都觉得这里有太过荒诞 他不相信 因为根据之前的了解 记者认为男人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 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幼儿园上学 所以记者和凶手就有了一点交集 最开始他们在一个家长会上认识 记者和凶手在一起布置教室 画面温馨又同趣 而经过了解 他得知凶手是一名公司的精英 甚至已经坐到了总监的位置 而即便这样 他也没有社会上那种老大风气 反而温柔有理 说话时总会带着微笑 记者很快就被凶手温润的气质所吸引 还想约着一起吃个饭 可是却不想他会被眼前这个温柔的男人拒绝 而拒绝的理由更是让他心动 那就是自己的妻子会不高兴 所以这个凶手在记者眼中 分明是一个非常爱老婆顾家的好男人 这样一个人 怎么会动手杀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所以记者为了还凶手一个清白 也为了让这个案件背后的真相浮出水面 同时争抢头版头条 记者开始行动 他先找到主办这次案件的警察 了解到当时救援队赶到时 把溺水的女人和孩子台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可是男人并没有和救护车一起赶往医院 反而步行离开 而他不跟上的原因 竟然只是车子停在路边会被罚款 之后过了不久 男人驾车来到医院 不过却并没有焦急或者慌乱 反而安静地带着微笑 在抢救室外悠闲地看着书 完全不像担忧妻子和女儿的样子 得到这个消息的记者陷入自我怀疑 他看着凶手杀害亲里的新闻报纸 回忆之前凶手的种种表现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 心思烦乱的记者 回到家就看到邻居太太 正在帮着自己扫着门前的落叶 这让他很不好意思 连忙弯腰道谢 而回到家里 丈夫端着一脸的微笑 按照手写的菜谱 正在准备爱心晚饭 这让记者短暂地忘记了种种 直到第二天 早八的他拖着一身的疲惫 来到凶手公司 他向上级和同事们询问 在公司里的凶手是个什么形象 而同事们则认为 那个男人很仗义 工作上又积极努力 在当上领导后也很优秀 凶手还替他们出头 像曾经骚扰女同事 还抢职员客户的原领导出气 这时记者想去找那个原领导 了解一下情况 却不想其他同事纷纷低下了头 仿佛有难言之意 原来 那个前领导已经在不久前投护自尽 和妻女一样的溺水而亡 这让记者很疑惑 难道只是巧合吗 很快就有人佐证了记者的猜想 在离开凶手公司后 记者接到了刚才公司同事的电话 那个职员告诉记者 虽然凶手的形象 在同事和领导眼中很正面 可是自己却见过真实的他 那是一次工作上的失误 虽然凶手依旧端着一脸的微笑 可是眼中丝毫掩饰不掉的杀意 让他至今都忘却不了 那个时候自己就清晰地认识到 如果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麻烦 那么凶手就会解决掉 制造麻烦的自己 同时这个职员还告诉记者 那个被法院判决 由凶手亲自杀死的妻子 曾经也是这个公司的员工之一 而之前投胡自禁的那个领导 也追求过死者 并且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猜错了 还是有所怀疑 因为太巧了 在领导投胡自禁后 凶手就自动升级 坐稳了一把手的职位 这让记者心中有了一个联想 凶手是不是不止杀死了妻女 甚至连原领导都是起一手杀死 至于原因 或是职场谋杀 还是因为妻子可能出轨而连续杀害三人 这种猜想让记者心中很是害怕 不过他还是强压下恐惧 然后在监狱对凶手进行探监 他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怀疑问了出来 而凶手却是一脸的微笑 他解释着 即便原领导不投胡自杀 在半年后 自己也会升职 所以记者以及外界所猜想的 因为升职或者是妻子出轨这样的原因 并不会让自己背上两条人命 这简直太荒谬了 这时凶手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缓缓地告诉记者 如果真要应安个杀人的动机 或许原领导的位置才是最好的理由 那里有空调可以吹 背后就是整片的落地窗 视野开阔 凶手说他很早就盯上了领导的座位 真的很舒服 凶手说的荒诞的理由 记者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真相还是借口 亦或者是单纯地捉弄自己 捉弄他这个妄图猜测凶手真是想法的外来者 记者从监狱回到家 突然发现 家里的床单被换成了全新的 这让他心里有了一点焦躁 仿佛有什么事情 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不过首要的 还是要解决凶手杀妻的真相 而通过走访 记者了解到 凶手在大学时期有一个女友 而女友和现任死亡的妻子姓名一致 只不过是姓氏不同 而当时凶手和女友所在的大学 有一个同学发生意外去世 就在所有同学都上心时 只有凶手一个人 带着标准的微笑 玩着死去同学的遗物 那是一个限量版的游戏机 也正是凶手的反常 让当时的女友心中害怕 选择了和凶手分手 这个线索给了记者深入调查的路径 甚至记者已经把原上司的死亡 以及大学同学的车祸 多安在了现在这个凶手身上 于是他带着自己的怀疑再次来到监狱 他问凶手 难道真的是因为没地方放书籍 才杀了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吗 对此凶手一脸的淡定 甚至还笑着说 是啊 怎么了 紧接着记者又问 那游戏机呢 难道凶手也是为了想要游戏机 就杀了同学吗 而凶手又给出了一个看似玩笑 甚至是戏弄的理由 凶手告诉记者 从同学手里直接拿 要比去售卖游戏机的店铺外排队快得多 记者不敢置信 眼前的男人到底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恶魔 记者继续追问 你是不是钟爱一个名字 所以大学时期的女友 和现任的老婆都叫这个 如果顺着大学女友再往前 凶手是否追过更多同一名字的女人 却不想这话刚问出来 凶手就立刻否认了自己之前的理由 说自己没有杀过领导和同学 探监的时间也到了 临走前 凶手盯着记者说了一句让他没有头绪的话 比起我 记者更有杀人的潜质呢 而这句话 让本就迷茫的记者更加混乱 不过心中有一个直觉 那就是自己距离真相更紧了 当天晚上 报社的Boss带回来了一个女人 女人声称自己就是凶手的小学初恋 意外的是 这个女人的姓名 和凶手大学女友以及现任的妻子一致 通过这个女人的描述 记者了解到 她在小时候受过肌腹的侵犯 所以就和年幼的凶手一起策划了一个凶杀案 那就是在记妇出门时 从楼梯上把她推下去 可是计划很圆满 但是当要真正实施时 凶手却害怕了 她哭着拒绝 说自己不敢 最后还是女孩亲自动手 将记妇推下楼梯 而记者在这一刻 把所有的线索都联系了起来 连夜赶制了一个头版头条 把凶手从小时候目睹初恋杀人 在被其羞辱说是胆小鬼后 学会了在面对困难时 直接跳过困难 去解决制造困难的人 以此来达到解决困难的目的 而由于被初恋藐视 所以她今后的每一任女友 都是同样的名字 并在同样名字的不同女人面前 展露自己的勇敢 而展露勇敢的方式 便是除去制造问题的人 记者带着报纸作品来到监狱 向凶手展示自己的成果 却不想凶手依旧笑着 她告诉记者 小学的时候是有一个同学 受到了继父的侵害 不过那并不是自己的初恋女友 因为当时的那个人是个男孩 之所以如今变成女儿身 是因为童年的巨大阴影 让她接受了变性手术 所以记者同志编的故事 根本就不成立 凶手带着标志性的微笑 说着记者 包括她背后的所有人 不过是想找一个 能让他们接受的真相 一个合理的 自己杀害妻子和老婆的正常理由 而自己否认了生殖 或者感情而动手的缘由 他们这些人 就急切地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杀人狂 可惜方向从根本上就错了 自以为很了解她 恐怕记者连自己是怎么想的都不知道 既然搞不懂 为什么不尝试着接受她说的理由呢 记者告诉凶手 她这样的杀人动机会让大家不安 这完全违背了正常人的思维 而凶手却打断了记者 说着不安的 应该是记者自己 所以为了掩盖自己心中的不安 记者才会使出百分之百的精力 帮自己编故事 来完善她的杀人心路 这句话也让记者明白 确实 不安的是她自己 而导致自己不安的因素 便是那出现在家门口 帮忙打扫的邻居 在家靠手写菜单做菜的丈夫 以及下班后新换的床单 靠着这些因素 记者雇佣了私家侦探 终于发现 自己的丈夫和邻居 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可是面对记者的证据和质问 丈夫依旧一脸微笑 解释着自己只是安慰邻居 并没有别的 看着和凶手如出一辙的微笑 记者崩溃了 她拿起锥子 一下贯穿了丈夫的脖子 而等到记者和凶手再次见面 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囚犯 在听到记者杀死了丈夫后 凶手并没有惊讶 她在走廊里见到了即将入狱的记者 并在耳旁轻轻地说了 微笑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这一刻 记者仿佛真正理解了凶手的杀人动机 或许当初那最不合理 看似荒诞的理由 才比自己编出的 那位和情合理的变态杀人狂更加真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